那对于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 我也是用同一样的价格去购买 但是我为什么我上面的包装是简体中文字呢 跟你的国际版的英文字还是不一样呢 那其实是这样子的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可为了睫毛生产业 已经卖到20多个国家都有用家在使用嘛 所以我们在出口就是海外出口这一块呢 我们都是以国际版本为主的 简体中文版嘛 因为我们也有中国华人的市场 如果你购买了中文版本也不用担心 只是说因为现在市场上面有很多的房品流入市场了 然后就是很多都是简体中文的 所以我们一致决定就是中文版本的话 都不会在海外上面去销售 我们都是统一 就是海外的国家都是用国际版本去销售 这样子的话比较好一个区分 要不然的话 因为就是也不想那么多的客人 每次拿到东西都会来问我 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我们这一个慢慢的话 后面发展的越来越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英文版本的覆盖率很高的时候 那之后就不会再有这一个问题了 就是你买到的肯定是真的 就不会是假的 是吗 感谢观看